大志文书是菩萨 南莫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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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地藏王菩萨 南莫地藏王菩萨 南莫地藏王菩萨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随见诸法无来去 然未尽情逆宗者 生世护主观音前 三门恨世经顶礼 你若知愿祖佛陀 修持整法而成就 你若知其心骨 于此宣说佛子心 一祸下满大舟室 为此他独轮回海 日日夜夜不懈怠 闻思羞耻佛子心 贪恋情放入飞水 曾恨地放入烈火 一往取舍于安折 抛弃故乡佛子心 离恶尽离 离恶尽孤火简起 五三轮故山自贈 一切 绺情缺尽世做佛子心 离恨已震 明神肤离恶尽 替塞尽简起 离恶尽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此真实灭罪业 功德赠如山显约 书身上诗教此生 更为真爱佛自谢 以丧浮云轮回云 世间天生能救谁 故知数胜无奇处 归一山报佛自信 佛所难任何去苦 皆为恶业之国报 世故总与生命难 永不遭罪佛自信 三有乐如草剑乌 乃是瞬间怀灭法 了知恒是无边法 喜求解脱佛自信 无事事来自我者 珠慕若苦此何乐 世故唯独无边中 发菩提心佛自信 诸苦悠久此乐生 愿满正觉力他成 世故极乐于他苦 真实相怀佛自信 何人亦大贪于心 夺活灵夺我祖才 此生守永三世山 会相遇他佛自信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虽无有些违错 何人若断无透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时机 itsufasi 人外博自信 能我身怀此爱心 攒起功德佛自信 隼急功德佛自信 何人大听光众众 皆路过处恶语 欲弊一座上师相 恭敬顶礼佛自行 无辱之自爱护者 必总使我如远离 有如痴暮与病啊 有违恋爱佛自行 与我等同活下时 随意傲慢而凌辱 若无尽其如上师 恨识定待佛自行 贫穷恨长受人情 且为踪迹恶莫比 众生罪苦之待受 无忧且诺佛自行 美名冤阳众人尽 以火采入多文字 然间师父无事意 我等同活下时 愿意傲慢而凌达 毫无傲慢佛自行 自成心的落微笑 相护外地翻墙墙 相护外地翻墙墙 反护已痴悲自军队 调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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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即可放弃佛自行 一切尽心为心脏 心心本来离喜别 调优优优优优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菩提升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菩提神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获得菩提升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获得菩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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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访阅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获得菩提神 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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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是超越似无瑟 修喜禅定佛自信 若无知回忆无度 不得圆满菩提果 故意方便善人空 修持智慧佛自信 若未观察自错误 依发心向心肺化 世故恨世神自己 断除过患佛自信 疑惑坦塌菩萨国 则将毁坏自功德 故意大臣诸四伏 不说过是否自信 唯求离阳相互争 释怀闻似修世也 故意情有始注重 更出贪知佛自信 恶言刺伤他人心 依识菩萨品行骨 莫说他人不约此 独觉粗语佛自信 莫说他人不约此 独觉粗语佛自信 宗志一切为一种 关心处于何状态 相许举足证之念 承伴塔利佛自信 若是清修窦佛自信 若是清修 诸善根 危除无边 终生苦 擘意三沦清静会 回向菩提佛自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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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余修菩萨道 一朝经许人殿意 祖神遮掩而转足 三世其从佛自行 因无悔且无修行 虽无知者所惜此 然意诸多今论故 此佛自行定无谬 而诸佛自光大喜 如我余则难策故 相偎不负等主国 祝神遮掩其宽数 以此善缘终有情 一生诗数不提醒 等痛不住有几别 祝神遮掩其宽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顾持印证经书 佛书 金帆 结缘品 多礼救主 兔子 兔子在大家的印象中 不但经常帮助周围的人 就是见到受难的小动物 总是会出手相助 西蒙 邻居想见我们家的割草机用一用 西蒙你正在用啊 那算了吧 改天我再借好了 没关系的 你先拿去用的 我改天再除草好了 那怎么行啊 你都处理一半了 我过几天再处理也是一样的 西蒙 你可真是个热心肠啊 真是太感谢你了 大家都是邻居 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西蒙 我用完后马上就给你送回来 没事 你慢慢用 对了 在使用除草机的时候 有一点你一定要注意 这除草机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除草机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你在剪草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一下草坪 有时候一些小动物的柚子 会躲藏在里面 剪草的时候可千万便伤害到它们 哈哈哈哈 西蒙先生 早就听说你这人心地善良 经常救助一些受难的小动物 今天我真正体会到了您的善心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有一天 西蒙夫妻二人在野外散步的时候 好 发现了一只野狗正叼着一只小兔子 它们急忙追了上去 要救下这只可怜的小兔子 嗯 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 还是郊外的空气清新啊 是啊 最好的地方还是大自然 在这里能听到鸟提虫鸣 有时候还会看到野兔松鼠呢 嗯 那里有什么东西 躲在里面呢 我想应该是什么小动物吧 哇 是只狗 天啊 它嘴里咬什么东西啊 嗯 是只兔子 那只兔子还活着 得赶快把它救下来 快松口 你快给我松口 那只野狗被西蒙追赶了一阵后 终于松开嘴丢下了那只兔子 西蒙将这只小兔子从野狗嘴里救下来后 便立即送到动物医院进行治疗 哎呀 它的脚被那只狗给咬伤了 小家伙 你不要害怕 你看你的脚都受伤了 你再这样乱跑可是很危险的 我们赶紧将它送到动物医院 把伤口包扎一下吧 小家伙 我现在就送你到医院包扎一下伤口 不要害怕的 这只小兔子的伤势并不严重 只需休养一段时间便可以痊愈 于是西蒙夫妇二人便将这只小兔子养在了家里 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多利 它的伤势并不严重 你把它带回家 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痊愈了 是吗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西蒙 你的心肠真是好啊 每个月你都会带几只受伤的小动物 来为它们治疗 当你看到这些小生命需要帮助的时候 怎么能不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它们呢 你说对不对啊 多利 多利 是啊 再来你这里的路上 我和太太给她取的名字 多利很不错的名字吧 你看 她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啊 哈哈哈哈 从那以后 多利便成了西蒙家里的一员 西蒙夫妇二人对待这只兔子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 而多利也渐渐喜欢和这对好心的夫妇 生活在一起 怎么 是不是饿了 走 我们回去吃饭 今天我刚给你买回来一些新鲜的蔬菜 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一天 西蒙将院子里的草剪完后 便回到屋子里坐在沙发上休息 可是就在这时候 她突然昏迷了过去 而西蒙太太 只当她是工作累了 在沙发上睡着了而已 西蒙 然后院子里的草处理完了吗 处理好了 但是把我累坏了 我需要休息一下 看来真的把她给累坏了 怎么竟然睡着了 看来真是累了 就让她好好睡一觉 休息一下吧 这时候 多利跑了进来 她看到沙发上的西蒙后 便过去叫她起来陪自己玩耍 多利见西蒙没有反应 便爬上了沙发 敏锐的多利 这时候发现 主人西蒙有些不对劲 于是她便在西蒙身上乱蹦乱跳 而且还不时舔着她的嘴 试图唤醒西蒙的意识 多利 别调皮了 西蒙今天很累 你别打搅她 让她休息一会儿吧 多利一直在西蒙身上蹦跳着 这怪异的行为 终于让西蒙太太觉察到了一丝异样 于是便赶过来查看她丈夫 多利 过来我陪你玩 你别打搅西蒙休息了 怎么回事 多利在她身上这么剧烈的蹦跳 她竟然都没有醒 多利见西蒙太太走了过来 便停止了蹦跳 并用求助的目光看着她 西蒙太太更加感到了事情不妙 果然她发现丈夫已经昏迷了过去 西蒙患有糖尿病 了解丈夫病史的西蒙太太 立刻联系了医护人员 就这样 西蒙被及时送到了医院 由于抢救及时 她很快便脱离了危险 你的丈夫已经没事了 多亏及时将她送来了 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多利 你今天可能会很危险的 真是太感谢多利 是她救了我的命 多利的故事很快便在英国传开了 她接紧救主的行为 让她成为了福利协会的荣誉会员 一般来说 该协会会员都是保留给人的 多利是唯一一位兔子会员 所以这才显得她更了不起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